大家好 我是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我与小六子为大家主持 全球定位系统 节目主要内容包括 一卫星的健身教练 GPS祝你步步为营 二天空的交通警察 GPS避开塞车之道 三卫星的心理导师 GPS引导情绪之旅 那么小六子 可以先跟我们说说卫星的健身教练 GPS祝你步步为营 好的 让我们来谈谈这位来自太空的健身教练 全球定位系统 简称GPS 这位教练可不同于你在健身房 遇到的那些肌肉男女 他们可能会在你耳边嚷嚷 激励你再做一组深蹲 GPS教练更加高科技 他静悄悄地在二万公里的外太空中 用他的眼睛 卫星信号 时刻关注着你的一举一动 首先 让我们来了解一下这位教练的背景 GPS是由美国国防部开发的 一套卫星导航系统 它由至少24颗运行 在地球轨道上的卫星组成 这些卫星就像健身房里的监控摄像头 不过他们监控的是整个地球 这套系统最初是为了军事用途设计的 但很快就像健身热潮一样 蔓延到了民用领域 现在 让我们来看看 GPS教练是如何帮助你步步为营的 当你戴上智能手表 或者开启手机上的定位功能时 你就在无形中聘请了GPS教练 他会用他的魔法 三角测量法 来确定你的位置 这就像是在健身房里 有三个教练从不同的角度观察你的动作 然后给出最精确的指导 但GPS教练的能力远不止于此 他不仅能告诉你现在在哪里 还能告诉你从哪里来 要到哪里去 当你在城市丛林中迷失方向时 GPS教练会像一位耐心的导游 引导你穿越每一条街道 当你在健身时 想要追踪你的跑步路线 速度和燃烧的卡路里时 GPS教练就像一位专业的运动教练 为你提供实时的数据分析 有趣的是 虽然GPS教练非常高效 但他偶尔也会犯错 比如当你在高楼林立的市中心时 GPS信号可能会因为都市峡谷效应而受到干扰 导致定位不准确 这就像是在健身房里 教练因为被其他学员分散了注意力 而忘记了计算你的最后一组举重次数 总之 GPS教练是一位全天候 全方位的私人教练 他利用高科技 让你的每一步都变得更加精准和高效 虽然 他不会对你大喊大叫 但他确实在每一秒都在默默地支持住你 确保你在这个快节奏的世界中 不会迷失方向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天空的交通警察 GPS避开塞车之道 各位亲爱的地面行者 今天我们来聊聊那些 在天空中无声无息 却又无所不在的交通警察 全球定位系统 也就是我们口中的GPS 这些天空中的眼睛 不仅能够告诉你如何从A点到达B点 还能帮你巧妙避开那些 让人头疼的交通堵塞 是的 他们就像是拥有超能力的交通指挥官 让你在地面上的旅程免受红绿灯和拥堵的困扰 首先让我们来点科普 GPS是由一群在地球轨道上飞行的卫星组成的 他们24小时不眠不休的发送信号到地面 这些信号被你的手机或者导航设备接收后 就能计算出你的精确位置 但这些卫星不仅仅满足于告诉你你在哪里 他们还能够通过一些巧妙的算法 帮你规划出比开交通拥堵的路线 现在让我们来谈谈这些天空的交通警察是如何运作的 当你在使用GPS导航时 他会收集来自各个方向的数据 包括实时交通信息 这些信息可能来自其他使用GPS的车辆 交通监控设备 甚至是社交媒体上的及时报告 这就像是有一个全天候在天上盯住地面的大哥哥 随时告诉你哪里有事故 哪里有修路 甚至是哪里有警察蹲守 当GPS发现前方有交通拥堵时 他会像一位经验丰富的老司机一样 迅速计算出一条或多条可供选择的替代路线 这就好比是在一场大型宴会中 你的智能手表告诉你哪条路线到自助参台最快 避开了所有排队的人群 但是 这些天空的交通警察也不是万能的 有时候 当他们太过热心地帮助所有人避开同一个拥堵点时 可能会不小心创造出一个新的拥堵点 这就像是在一个人人都知道的秘密通道里 突然挤满了寻找捷径的人 结果 大家都在那里卡住了 这时候你可能会想 嘿 天空的朋友 你这是在帮忙还是添乱啊 总之 GPS就像是一位全知全能的指路明灯 他们利用高科技和大数据 让我们的出行变得更加高效 当然 他们也有自己的局限性 毕竟 他们不可能预测到每一个司机的心理和决策 所以 下次当你的GPS告诉你要绕道而行时 不妨多一份耐心和感激 因为他们正是在努力让你的旅程更加顺畅 只是 别忘了偶尔抬头看看真实的世界 毕竟 不是所有的路都能在屏幕上找到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卫星的心理导师 GPS引导情绪之旅 好的 让我们以一种轻松的方式来探讨这个主题 卫星的心理导师 GPS引导情绪之旅 想象一下 你的心情就像一辆没有方向盘的车 它可能会在情绪的高速公路上弯冲 或者在悲伤的小巷里迷路 这时候 你需要的不是一个会开车的司机 而是一个懂得导航的心理导师 一个情绪版的GPS 这个GPS不会告诉你在下一个路口右转 而是会说在下一次心情低落时 尝试深呼吸 它不会抱怨你错过了出口 而是会耐心地说没关系 我们可以从另一条路再试一次 当你的情绪 GPS发现你陷入了焦虑的死胡同 它会建议你请在此处停车 进行一次心灵的伸展运动 当你在愤怒的十字路口犹豫不决时 它会提醒你请审则冷静大道 而不是怒火高速 有趣的是 如果这个情绪GPS真的存在 它可能会有一些额外的特色设定 比如 一快乐加速器 当你感到快乐时 它会鼓励你保持这种心情 并寻找更多让你感到快乐的事物 二个悲伤避障器 当你感到悲伤时 它会帮助你绕过 可能加深你悲伤的障碍物 三愤怒冷却器 当你感到愤怒时 它会提供一系列冷却选项 比如深呼吸 散步或者其他能够帮助你冷静下来的活动 当然 这些都是幻想中的设备 但它们提醒我们 我们可以学习如何更好地导航自己的情绪 就像使用GPS导航一样 我们可以学习如何识悲情绪的路标 如何选择最健康的路径 以及如何在遇到障碍时重新规划路线 最后 记住 即使在最糟糕的情绪交通堵塞中 也总有一条路 可以带你走向更开阔的心灵空间 所以 吸好安全带 准备好让你的内在GPS带领你 开启一段情绪之旅吧 各位观众 我们今天一起来聊聊那些来自太空的健身教练 交通警察和心理导师 GPS 无论是在健身房里 在道路上还是在心理上 GPS都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首先 让我们回顾一下今天的内容 GPS教练利用卫星信号 帮助我们在健身运动中更准确 更高效 它也可以指引我们在城市中找到正确的方向 然后 我们谈到了GPS交通警察 他们通过大数据和即时信息 为我们提供最佳的交通路线 帮助我们避开塞车 最后 我们提到了心理版的GPS 它能够帮助我们导航情绪 走出负面情绪的迷宫 这些GPS不仅是高科技的产物 更是我们现代生活中的得力助手 它们以轻松幽默的方式引领着我们 确保我们在健身交通和情绪上都能够步步为营 当然 GPS也有一些局限性 比如在高楼林立的市区信号不稳定 或者在导航路线上可能会出现一些意外 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对GPS的依赖和欣赏 那么 各位观众 你有什么样的想法呢 你有没有使用过GPS 它对你的生活有什么影响 你是否觉得它是一个可靠的助手 让我们一起来探讨吧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穿越系列节目 这个节目由媒体专业人士 科学家 工程技术人员编撰 设计 制作 但是 这些内容并非用于做出决策或法律裁定的基础 欢迎在节目留言区发表您的见解 纠正节目可能存在的错误 谢谢大家收看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给我们节目点赞 谢谢大家收看 谢谢大家收看 谢谢大家收看